经发局长陈凯玲 涉嫌跟丽阳集团 非法变更农业用地 来抢地重电 不但规避了行政费用 超过了830万元 20年的受电合约 估计不法的利益上看 91亿3000万 检调依贪污等重罪 一共起诉了15人 台南光电闭案频传 如今检调再查出黑金大闭案 前台南市府经发局长陈凯玲 2019年涉嫌跟丽阳集团总裁 同时也是行政院前顾问 谷盛辉官商勾结 非法变更农业用地 抢地重电 土利利洋集团旗下的 五间能源公司 规避行政费用超过830万元 再高价卖电给台电 20年的顿购合约 不法利益高达91亿3000多万 中央地方贪污一条心 贪污九十一页 中央的地方配合 你说这中央的地方没贪污 陈凯玲可以跟他们地方 挂钩成这样 然后里面又有民进党中指委 郭再兴的角色 所以当然我觉得这就是 一个共犯的结构 包括陈凯玲 股盛会一共15人 一贪污 未造文书等最起诉 蓝军在爆料陈凯玲 施压下属时 曾经落下一句上级交办 但这上级到底是谁 陈凯玲一个人就可以呼风唤雨吗 就可以上下起手吗 他上面的长官 都没有人在cover他吗 如果真的有心要查 就应该要往上继续追查 不可能只有一个局长 就可以把所有东西全部吃下 很明显的 就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 台湾绿能为何养出一堆黑金 柯文哲指尺原因在这里 当时就说 2025要非核家园 预期电要没有 就要求光电 你知道风电 快速成长 已经到了亚苗助长的程度 88枪 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就跑出来 意识形态对国家的伤害 这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对此立昂能源发声明 强调是合法取用光电用地 期待司法还原真相 蔡政府死报费和省主牌 却捅出了绿电大弊案 蓝军喊话新政府 应该要好好检讨能源政策 我们的合川 我们的追垮 到一个正面板 破破碎碎 破坏 我们的帝总统要好好地改善 蔡英文执政八年 光电利益 甚至扯出枪击案 现任前弊案起诉 无疑是给干净绿能一个巴掌 记者张又茨 王志涵台被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后 字幕提供